中国女排输球原因曝光 央视解说说出实情 这次错过也原置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女排的球迷 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中国女排在结束完土耳其战之后呢 马不停停的前往第二任菲律宾战 在这里呢我们将会遭遇四个队数 在之前中国女排是接连击败了 比第十和加拿大队输货两难胜 在今天晚上七点中国女排将会对阵 可以说是最强队数吧 欧运会冠军世界第一的美国队 目前来说中国女排这场比赛已经正式结束了 中国女排是0比3完备于美国女排 可以说这场比赛让她球迷是非常愤怒吧 确实这场比赛我们发挥的不是很困定 尤其是自由人 可以说她的一个表现 在遗传的质量上让很多球迷啊 可以说是不是很理解吧 因为她对于整个球的弱点的控制啊 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如果你的遗传质量不高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林林来说 可能帮助啊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中国女排在连续数九三岁之后呢 也是数九十三比赛 最终中国女排吃到了菲律宾战的第一场败战吧 通过整体的表现来看可以看出呢 美国女排确实实力非常强劲 不愧奥运冠军 在表现比赛中呢 蔡兵也是再次确证 源治呢 是继续指挥中国女排 通过比赛来看 中国女排的十个原因啊 第一个就是整体的实力 确实差距比较大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自由人王维一 他遗传质量非常低 造成我们的进攻啊 确实比较乏力 确 第三呢 就是我们的篮网质量 也是不是很好 没有成功的限制对方的主攻手 在赛后呢 央视的解说 也说出了事情 他是表示啊 这只美国女排确实非常好 而且呢 打球的质量非常高 主要中国女排 主要输球呢 还是输在自己的主攻位置上 确实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克制对方 确实对方啊 成功限制了我们的主攻手 林宁 通过整场比赛来看 我们的整体的表现 其实不是很出色 其实这三局比赛 我们都是开局领先 但是呢 在中局阶段 被对手反抽 无能的输球吧 可以说 变成比赛的输球 作为原理来说 他也是见其所能吧 毕竟 目前来说 这是中国女排 还是以年轻球员为主 在几个关键位置上 确实需要提供的东西啊 非常多 我们希望呢 中国女排能够吸取教训 在以后的比赛中啊 越来越好吧 好了 欢迎看本期的小名流球 下期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